在这个案发以后 我看你发的那个声明 声明里头 当时底下还放了两个字 一个生一个死 那个生字还颠倒下来了 你当时为什么要放这两个字在下面 为人宁可站着死 出事不能倒着生 这是你的意思 因为周先生做的太过分了 不仅污蔑我 又污蔑其他所有人 为了他自己的这个炒作 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像我跟你说 您说我书生义气也好 说我闻人迂腐也好 本来这个事情我可以躲着 做缩头无归的 但是不行 大家好我回来了 被人害了 但对不起不是美国人害我 是我在美国被中国人害了 唐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我很喜欢他 肯定不是我的 因为我啊 这个是我怀人 后来我跟唐爽也不熟的 跟唐爽也不熟 说三万五千块 律师 他说你现在不够我再去拿 给他帮他给他三万五千 对 帮他忙 很多人都有一些奇怪 就周立波夫妇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 好像并没有说你什么坏话 而且他夫人在采访的时候 还夸过你 说你是一个挺优秀的孩子 然后但他的采访放出来之后 你马上就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就指向了周立波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或者说就像他们说的话 打个引号跳出来 要爆料周立波 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呢 周先生夫妇在您的采访的视频里面说 他污蔑我 收了这个所谓的某某的三万五千块钱 他如果不这么说 我是不会赞出来的 当时给我律师三万 我得到确认了 他确实给他三万 当唐爽又付了三万 七万就没了 所以这就是他胡说八道 编造的太过分了 就是他如果就是 当然我理解他作为这个公众人物 作为演艺人士的这个这个炒作的需要 但是这次他确实太过分了 我们都已经放你一马 已经就是说没有主动去出行作证了 你回去居然编这么一个怪诞离奇的故事 来污蔑我们所有人 特别还污蔑我收受贿赂 所以我没有办法忍了 那真实的情况那天你和周先生到了这个某某的办公室里头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大家就是把这个案情再重新就是重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提到钱的事吗 没有 就你确信当时这个人就是这个某某没有拿出一个七万美金来 绝对没有 至少没有在我眼皮子底下 就是绝对没有给你 那你怎么证明他没有给你呢 在美国这个税法是很严格的 如果拿着现金去给律师 律师是不能说 就你超过一千美金 你拿的出去就是买东西也好 或者是付服务费也好 别人会可以报警的 你必须要说明你这个钱是合法来的 是纳过税的 就如果某某给我钱或者周先生给我钱 我必须要报税的 要么就是违法的 我拿的钱是不能交律师费 是不能交学费的 所以这是第一 我想周先生可能是和胡锦女士可能对法就是是法盲吧 对法律不了解 你的意思就是说给你现金实际上你是没法处理的 是不能用的 因为现在是高科技社会了 不像以前你抢个银行拿了钱就能用了 现在的现金你是用不掉的 那你可以放家里头藏起来 至少他慢慢一百一百的挖出去也可以 但是他有证据证明我收了这钱吗 他没有 他污蔑我 我说那你的律师费是谁出的 我自己给的 那律师费你给的你的律师是多少钱 两万五千块钱 两万五千块钱 对 这个律师是谁给你找的 是木虎律师跟我推荐的 我这里还有就是转账记录 是两万五千块钱 这是我的转账记录 你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律师费某某没有给你 那周立波夫妇给你了吗 说说而已 说过这话 说过这话 没有实际行动 我看你就是第一个回 那个声明里面 那语义写得非常寒昏 就是说了一些什么文言文 什么之类的 很多人还甚至就 没有读懂你是什么意思 你当时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发一个声明 因为我想给周先生留一个余地 如果他能改 我就就此打住 点到为止了 但他确实没有改 他愈演愈烈 越来越编造故事 污蔑 就是诽谤 然后所以我第二篇就是用 把这个声音就点名了 但是那你那里面第一篇里头 你用了这个细子误国 这个四个字 但其实这四个字 从旁观者看来 第一 你这肯定是在指周周立波 第二 其实这个话说的也蛮重的 你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词 我指的这个细子 指的就是周立波先生两夫妇 因为周先生的职业是表演 我记上我刚才说了 这一切的局 其实都是胡金女士做的 而不是周先生做 周先生是演员 胡金女士是总导演 我其实指的就是他们两口子 另外我尊重一切 有德行的表演艺术家 那你当时这个 说这个四个字里头 有这层含义吗 就是说你认为他们当时 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 说的话 其实不是真的 对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你跟我做的 我才站出来 就是先 我先提醒他 因为你看中兴 中兴网发的那个新闻 也是望故人迷途知返 那你综合看就是周立波夫妇 接受我采访的那些那么多视频 你都看了吗 没有仔细看 来不及 你看我一直在做客 我这从实验室飞过来的 那你觉得就是你看的这些视频里头 你觉得 我也是别人发给我的 说周立波在污蔑好多朋友 我打电话 周立波说你收了钱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看过的这个视频里头 你觉得你 你觉得他们说的最不真实的 我说你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不真实的 就是污蔑我们收钱 除了这条跟你有关的 除了这条 然后又污蔑这个某某 怎么样害他 因为我亲自进来 我没有见过某某害你 然后因为我也知道他 我知道周先生说某某硬把枪塞给他 是他非要让我去做伪证 我知道这个细节 他又去害他又去就是污蔑这个某某 又污蔑我 然后又污蔑莫 莫律师 说莫律师也收钱了 我也没收 莫律师没收 至少我没有看到收 当场我没有看到 他说当场收了 没有这回事情 这个你是觉得最没办法 不能说的 是可杀不可辱 就2017年1月18号那天晚上 就周立波当时出事 坐在那个奔驰车里 你是跟他坐在一起 是吧 对我在副驾驶 你在副驾驶的位置 他那天他开车的时候 当时是要送你回家吗 对 因为我要上班 就在那个路上 他被警察拦下来了 对 那那天晚上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就是说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是这样的 是当时是周先生 前面 前面是吧 那天你和周立波 就是沿岸这条路往前开的是吧 对这条路 那这条路当时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这车是什么装的 对他在摔的蛇形 就是蛇形 一脚高一脚低 然后因为他两手都没有握方向盘 只是拿了个胳膊走去控制方向盘 就这个地方 就这儿 很会stop here 车就是停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被截停的 就在这 对在这 然后警察要求我和周先生下车之后 我们俩就坐在这的 就在这个位置 就要求坐在这 对的 你说这个地标就是这个 对地标就是这个下水漏 但是像是从 像这个车一样 从那个方向过来 周先生舌形 然后这中间都是双十线 周先生第一他不动 因为他两只手都没有握方向盘 只是拿胳膊走去控制 一只手在玩iPad 一只手在拿手机查地址 所以被他左右舌形 然后速度忽快忽慢 所以被警察给拦下来了 难停就在这个地方 那你们当时从那开过来的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警察 在后面亮灯让你们停下来 大概开到就是现在写Score那个地方 警察从那个转弯过来了 开始亮灯了 那很近的 很近 那从那个地方到你们停这个地方 大概就只有十 对 十米吧 对 因为警察亮灯 你必须马上停嘛 嗯 就是他们在后面用灯闪你们是吧 对 用灯闪我们了 嗯 那你们怎么知道他是警察呢 那是警车的灯啊 嗯 很明显 哦 立刻就停了你们当时 立刻就停了 大概就停在这 就停在这个位置 对 警察收车 要求我们下车 他们 一个警察在这边 一个警察在那边 我和周先生 两个人就坐在这里 嗯 就在这个下水楼的旁边 嗯 然后他们看 我看那个周立波说 他警察说好像是什么 街道有人举报 没有没有 我们在律师查过 没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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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当时现场 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是不是有人举报 没有 警察来第一句话 就是说 Are you guys lost 就你们迷路了吗 嗯 我们说 我们在找GPS Signal is lost 说信号没有了 然后警察说 看到你们开车 忽快忽慢 左右 忽行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麻烦 有什么问题了 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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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要求周先生出事 驾驶证和那个行驶证 嗯 没有举报这件事情 你们就坐在这个地方 对 就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过程中间 你们两个中间有交谈吗 有 就是警察要收车 然后我告诉周先生 要收车 然后周先生说 必须收吗 我说警察 要么是 你现在同意他 他收 要么他可能会申请一个 呃 这个搜查令 然后收 但是呢 这决定权在您 您来决定是收不收 你当时是跟他这么讲的 对 那你当时有没有跟周立波 讲过就是说 其实警察当时搜查 在美国是必须征得 本人的同意 或者必须有一个搜查 对 我就跟他说嘛 要么警察搜 要么就是您同意他搜 要么他警察申请法院的搜查令 嗯 但是呃 我想警察要搜 也许你是 就是 挡不掉的 他会有各种办法 但是呢 这个最终主意 您来拿 嗯 嗯 就你认为 你其实把美国法律的规定 对 我跟他讲清楚了 对 这个规定你原来就知道是吗 嗯 就是这是常识嘛 嗯 电影里面都看到了嘛 嗯 那警察当时有跟你说过这些话吗 就是说 他要搜查的话需要取得这位这个车主的同意 警察说了要取得同意 或者是要申请一个搜查令 嗯 搜查 就是这个他这个点头啊 嗯 并不表明他同意就是这个警察来搜车 他只是这个头部在上下的移动 那你在现场 那你在现场你当时问他的时候你觉得他这个点头是表明他同意警察搜车吗 他是同意的 他用中文说好 吧 那就让他搜吧 嗯 他是明确跟你这么讲的 明确讲的 就除了点头之外他还跟你用中文表达过这个意思 对对对 如果周先生是反对警察搜车的 那警察在搜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跳起来阻止呢 嗯 对他可能不敢了 嗯 他也可以通过让我让他阻折 但是他简单的no他会说吧 如果他是不同意警察搜车的话 他简单的no他肯定会说 no no no不不不不 但他没有说嘛 嗯 就证明他是同意的 嗯 我看这个案子后来在庭审的时候哈 周立波的这个律师在法庭上说 因为他是中国人嘛 不太懂英文 嗯 那么其实你也是个中国人啊 对 你的英文也不一定那么好 就警察实际上说的这个意思哈 未见得准确的传递给了周立波 那你觉得你当时翻译警察这些话 你真的就是非常准确的理解警察这句话的含义 并且翻译给了周立波了吗 嗯 你想想 我在美国这是第九个年头了 嗯 我是大学教授 我每天要给学生上课 每天要做课研 要给大家交流 我想这几句英文 我不会听不懂吧 嗯 而且我还教过美国女朋友 我女朋友是美国白人 嗯 然后父亲是工程师 我如果不会 英文不好的话 我怎么去谈恋爱呢 我怎么去教学生呢 我怎么去跟同事交流呢 但是毕竟比如说 跟警察打交道这些语言 你可能在生活中 你没有那么多机会能够碰得到 我想 我翻译的应该是准确的 你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因为毕竟我们平时也看电影嘛 看警匪片 那些词语其实都不难 那你还记得警察当时用英文怎么跟你说的这些话吗 警察 警察就说 This is a holster This is for a gun Do you guys have a weapon 嗯 那当时就是 就是要求 就是说问周立波 愿不愿意搜车的 他当时怎么跟你讲的 他说 We want to search the car Do you guys agree 嗯 这是当时警察的原话 对 嗯 你认为就是很准确的翻译给了周立波 很准确 因为这些英文都很简单 嗯 没有更生僻的词 嗯 因为警察 在美国 像在我们中国的话 警察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 就是现在新的一批警察 文化数字就比较高 而在美国的话 呃 很多警察其实就是高中 层级不好 所以才去考虑警察学校 嗯 所以他们使用的语言也没有那么难 嗯 那他搜车是怎么个搜法 是 是 就是从哪搜到哪 一个警察搜前面 嗯 那个比如说 呃 那些车前面不是有那个dashboard 有那个放东西的地方吗 储物盒 储物盒 他从储物盒里面搜出了现金 嗯 然后还有旁边那个抽屉嘛 嗯 然后 储物盒里面有现金 搜出了现金 搜出了周先生的一个违规的那种雷达 一个一个 就是探测警车的一个雷达装置 就是探测那个就是拍有摄像头拍摄的 对 对 然后呢 他警察说这个也是违规的 嗯 然后我翻译给周先生听 我说这个也是违规的 然后呢 警察又在后座发现了一个包 嗯 然后警察就问 这是谁的包 这个包是在后座上 在后座的 呃 驾驶员的那一方发现的 后 地上还是在座上 在座上 在座上 对 周立波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 这个包实际上是在后备箱里面 没有 在后座上 我 你就是你们可以去查阅法院的记录 嗯 我那有法院的 就是最早的那张书 书状 嗯 这个到时候可以给你看 嗯 你确信就是说 确信 就是在后座上 百分之百 嗯 因为警察是这么说的 嗯 然后呢 书状上也是这么写的 嗯 然后警察说有一个包 这个包是谁的 嗯 We got a backpack whose backpack that is 嗯 然后他先 他先问 然后周先生没有听懂吗 然后我回答 不是我的 然后我问周先生 这个 他们说发现一个 在后座上发现一个包 这个包是谁的 然后周先生说是他的 然后我翻译给警察听是他的 嗯 然后警察问 呃 能不能收这个包 嗯 又问了一次 就是针对这个包 对 又问了这个 针对这个包 问了一次 然后呢 然后我问周先生 我说警察想收这个包 你同不同意 嗯 然后他说 那么就是 非必须要收吗 我说还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 这个 曾卓权在您自己 然后周先生说 那好吧 只能收吧 嗯 然后我翻译给警察听说 我说 他说 同意 嗯 后来呢 后来警察就在包里面 收出了枪 他收那个包 是在什么位置收的 是在车上 还是当着你们的面 而收的 在车上收的 没有当着我们的面 当时车是这么停的 这是车头 这是车尾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收的 哦 就这个地方 对对对 就是这里收 把那个后面的那个后座 司机一侧的后座给打开收的 打开了 就在这收的 对对对 那他就等于他收的那个位置 看不见 看不见 是吧 对 看不见 因为我们当时在车的前方坐在 被就是要求坐在地上 不能动 然后里面收出了枪 然后警察就跑过来说 他们收到一个枪 问这个枪是谁的 他把这个枪拿过来了 对 没有 枪没有拿过来 他说他们收到一个枪 说枪是谁的 就问你们 问你们 问我们俩 然后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警察说 那指责周先生说 那他呢 然后我就问周先生说 他们收到一个枪 这个枪是谁的 他们问 然后周先生当时有点含糊气词 说他在这个某某家跟某某可能是某某的 然后我就翻译给警察听 我说这个可能是这个周先生刚才从朋友家出来 他朋友家本来也有枪嘛 然后我说可能是他的 然后这个警察就问那为什么在你的包里 我就问周先生为什么在你的包里 然后周先生说要不给这个某某打个电话 让他来解释 我就跟警察说 周先生说他想给他的朋友打个电话 也许是他的枪 也许是他的枪 然后警察说 现在还不到时候 你们不能打电话 那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枪是不是他本人的 没有 那我看周立波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 他其实并不知道警察在现场搜出来了枪 他知道 他知道 全过程就是警察没有那么的愚蠢 不告诉你受到什么 直接把你带走 警察没有这么愚蠢 那接着呢 接着 然后警察就反复问 这个你们有持枪证吗 就问 对 我说我没有 然后我问 他说 然后警察指着周先生问 说你有吗 然后周先生 我翻译给周先生听 周先生说没有 然后警察反复的问这几个问题 然后枪是谁的 你们有持枪证吗 然后周先生后来逼急了 他就用那个英文回答了 用英文回答 他其实会几句英文 他只是不全 他就说 Daughter's car I don't know 他就说女儿的车他不知道 然后警察就问 那你女儿在哪 然后周先生用他很蹩脚的英文说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然后Daughter's car I don't know 他就说女儿在洛杉矶 他的车他不知道 然后警察就说 又是你女儿的车 然后枪又不是你的 你骗小孩那 警察当时是什么说的 对跟你没关系吗 你当我们傻 警察说 so 警察用的英文是 so it's not your car and it's your daughter's car and your daughter is not here and you don't know nothing that's bullshit 警察是这么说的 你这话你翻译给周立波 我翻译给周先生听了 那他当时什么反应呢 他当时没有对话 他就当时他说让我告诉警察 说他是很有名的演员 他是很有名很有钱 他第一他自己先用英文 跟警察说 I famous comedian Carnegie 他就说 他就用英文 他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他会几个词 他就跟警察说 他很出名 他在卡内基 他是演出的 然后我就劝周先生 我说 你如果听不懂警察的英文 你就不要乱回答 他老喜欢用yes yes no什么的 就是什么 我说你如果听不懂 不要乱回答 你是担心他听不懂 乱回答 对他不利是吗 对 我提醒过他 但是他还是 就是用 试图用英文跟警察交流 紧接着呢 然后紧接着警察就问 那我们能不能收 你们的货币箱 然后还是同样的 我翻译给周先生听 周先生说 那只能收吧 那警察就收了 那那个毒品和工具 是在后备枪发现的 还是在那包里发现的 在那个包里面 那当时他跟那个枪 不是同时发现的 不是同时发现的 毒品和他吸毒的工具 是在警察局里面 警察又重新仔细收包的时候 发现的 就是现场实际上并没有发现 现场并没有发现 所以刚开始 现场只发现了枪 对 刚开始 所以刚开始现场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里面有毒的 那后来呢 收完这个后备箱以后 在后备箱里发现了什么东西吗 后备箱里面发现的 弩啊 弓啊 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问是谁的 我就说 我就问周先生 周先生说是他的 这弩和弓不属于这种管制的 这个我不清楚 它可能分级别吧 这个我这个具体法律我不清楚 但警察也没有纠结这个 警察应该也没有纠结这个 那后来警察是怎么把你们带走的 然后警察当时就叫了后员来 然后分两个警车把我们带到了警察局 现场给你们带着手铐了吗 带了 直接就带着手铐了 对 那当时给你们带手铐的时候 对你们宣布了什么吗 比如说对你们拘留啊 或者说什么的 没有 就说我要带我们去警察局 嗯 那跟周立波说了吗 跟周立波说什么 都说了 我帮他翻译了 那没有说以什么理由 比如说要 没有 没有啊 没有 整个现场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就是从发现你们 让你们停车 到最后 就是发现枪 可能一两个小时吧 然后最后把你们带走 这个过程 多长时间 可能一两个小时 有一两个小时啊 嗯 就是在现场 带了那么长时间 因为他又叫了后员 又叫了他们的领导来 当时围了好几个警察 他们手上又拿着有枪什么的 嗯 那后来这些警察来的以后 又跟你们说了一些什么 还是这些反复话 谁的枪 嗯 谁的包 谁的车 你们有没有持枪证 反复的问 嗯 还是一些问题 对 嗯 那这些问题后来周立波回答的 跟他一开始说的都一样吗 对 对 就是他都说这枪是他那朋友的 呃 他说不知道 他说他不知道 对 嗯 然后也许是 他说也许是朋友的 能不能打个电话 我就翻译给警察听 能不能打两斤 他说不行 嗯 就是他说 然后他又说是女儿的车 他不知道 那后来就就把你们带走了 对 带走了 这个现场 之后你们还来过没有 呃 我的律师带我来过一次 就是看看环境 是不是天很黑啊 嗯 然后能不能看清楚啊 我还来过一次 哦 那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大概是二月份的时候吧 二月份 嗯 就是事发之后 一两个星期 一两个星期 律师想看就是 警察能不能用手电筒 照到就是车的后排的地上 有一个枪套 嗯嗯 然后律师实验之后 发现是可以照到的 就证明当时警察发现 枪套是合情合理的 嗯嗯嗯嗯 该到警察局以后 头天晚上我跟周先生是分开的 嗯 周先生在二楼 我在一楼 警察 靠起来了吗 给你们 靠起来了 靠在什么位置啊 靠在墙上 墙上的栏杆上 对 啊 然后那一夜之后 第二天 因为他们没法跟周先生沟通嘛 嗯 又跟我关在一起 然后警察问话 还是反复问 他们就说了 收到了毒 收到了墙 然后问这些东西是谁的 警察搜出了这个 就是毒品和这个 吸食工具的时候 他当时什么反应啊 当时他跟我分开关的 嗯 我不清楚 当时警察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就是小瓶子进来问我 嗯 他说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不认识 嗯 然后他他就说 那个周先生吸毒吗 我说我不知道 应该不吧 但是我知道他抽烟 毒我没有见过 嗯 这是你当独关的时候 对 单独关的时候 警察问你 是吧 对 警察问我的 嗯 那个小瓶子就是吸毒 那我不知道 不清楚 它很像一个就是小的那个雪碧瓶子 嗯 具体是什么 我真不认识 那当时后来警察问周立波 你做翻译的时候 他又把这个东西 重新让周立波看了 看了 没有 没看了 没有 嗯 那个时候已经是探员来问了 detective反复问 然后警察也进来反复问 那周立波怎么回答的呢 就是这个毒品和那个 女儿的 他说是女儿的 对 他是说这个毒品是女儿的 还是说 就周先生 他们问这些非法东西是谁的 周先生反正还是说 daughters I don't know 嗯 他说是女儿的 他不知道 那他这个女儿的指的是 这个车是他女儿的吧 呃 并不是说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对 这个这些东西指的是 这个毒品 这些非法物品 你确信 他有改口 他有时候说他不知道 有时候说是女儿的 他不知道 但是晚上他有改口 晚上怎么改口的呢 晚上有改口 他说不知道 所以他一直在改口 一会儿说是女儿的 不知道 一会儿说是不知道 这两个答案 嗯 那这个探长当时 跟你们问话的过程中 有记录吗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他手上拿了个本子 写了一点东西 但是应该不是很全 应该不是很全 至于他身上有没有录音证 我就不知道了 比如说问完你们话之后 有没有让你们签字啊 让周立波签字 没有 就类似于比如说 一个笔录签字 没有 都没有 录音录像你不知道 也没有 有没有录音录像不知道 不知道 但至少没有签字 那那个当时还问了 关于枪的事吗 重新呢 对 又反复问 重新问了枪的事 对 就还是这几个问题 枪是谁的 你们又没有执照 那周立波当时回答 跟前一天晚上 对 还是前一天晚上的 一会儿说是女儿的 不知道 一会儿说可能是朋友的 然后第二天呢 早上 就是周先生和我 关在一起了之后 周先生就要求 给律师打电话了 因为他认识 莫胡律师 但是呢 警察要求用英文打 就警察把他朋友听着 是吧 对 然后周先生 又没有默胡的电话 拿到手机 找到一个他的朋友 孙医生的电话 然后让我跟孙医生打电话 然后孙医生通知 就是莫律师来保他 然后我说我怎么办 周先生说 让莫律师 也给你带一个律师过来 然后那天就一直等着 莫律师带着律师来 就是把我们保释出来 就是在1月19号这一天 是吧 在那个警察局里面 期间周先生还多次出现幻觉 他说你听 你听外面有中国人了 外面有中国人来了 来保释我们了 外面有中国人放着我的 益州利波秀来了 就是在跟你关在一起的时候 对 在那个警察局里面 那他跟你关在一起的时候 有跟你说过一些什么事情吗 比如说关于这个案子的 没有 没有 他当时很焦躁 很不安 我当时就很平静 因为我知道这事跟我没有关系 那你当时应该知道这事情 应该还挺严重的吧 我知道这个事情很严重 但是我也知道 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知道能说清楚 所以我很平静 1月19号那一天 你们两个一直关在一起 对 然后就去了 下午一直没有人来保释我们 我们就被带到了看守所 英文叫detention 然后关在两间里面 一个是11号 一个是12号 两个闭 在登记的时候 周先生还是很焦躁 周先生说 你听里面看守所 有人在放我的一周利波秀 然后我安慰周先生说 我说这是美国看守所 应该没有 他说我很有名 你听他们都知道了 他们在放我的一周利波秀 其实没有 看守所里面怎么会有电视呢 然后就这样关了一晚上 第二天到了法院 法院的那个地下室 有一个就是暂时的 积压过堂人员的房间 然后就被积压在里面 你和周利波在一起吗 在一起 然后当时莫里士就来了 莫里士就带了一个律师来 就是给你介绍的是吧 对 给我介绍的 然后我跟周先生说 谁保释我 我要不要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周先生说不用 待会我就是让胡锦女士 把你移管保释出去 然后大概到了中午12点 过完堂了之后 当时我的保释金是4000块钱 周先生的保释金是5000块钱 他的比我的贵 因为法院认为 第一 车是周先生女儿的 周先生开的车 周先生的包 而我呢 车不是我的 包不是我的 我又没有驾驶 所以对我的保释金很轻很轻 那过堂的时候 你们俩是分开过的 分开过的 对你过堂的时候 法官不问你一些什么问题 没有问 都是律师讲的 你没有说话 我没有说话 那律师当时跟这个法官说什么呢 律师就介绍我是职业 我是马上理工学员毕业的博士 我是纽约州立大学的教授 然后我跟这个事情应该是 这不是我的车 不是我的包 我没有驾驶 仅仅因为我是在错误的时间 坐在了错误的人的 错误的车上而已 然后法官就说 那好 保释金只需要4000块钱就行了 那后来你跟周立波 是同时保释出去的吗 没有 这个中间就是我认为 周先生 周先生答应我说 要同时保释我出去 但是没有 周先生自己当庭保释了 所以 然后把我放到监狱去了 那怎么会呢 是这样的是周先生说你不要怕 待会儿你也不用叫你朋友 然后叫胡锦女士 顺便把我也保释出去 但是他没有做到 那你当时你刚才讲 其实你也很轻 你比周立波轻 对 你的律师也跟法官讲了 对 你其实只是一个跟这事情无关的人 对 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 坐在一个错误人的旁边 是吧 对 那为什么周立波被保释出去了 法官 你却没有同意你当时立刻 不是法官没有同意我当听保释 是当时没有人帮我 因为保释必须要有人去交保释金 你的律师当时不是去了吗 律师没有必要帮你交保释金 当时周先生答应我 是让胡杰女士交保释金 帮我保释出去 但是他没有做到 当时身上没有钱 而且东西全部都是被警察先没收了 那当时胡杰 只是交了周立波的保释金 对 那你的保释金是什么时候交的呢 我的保释金是下午到了五六点 监狱都要关门了 胡杰女士到监狱去帮我交的 所以那我才出来的 那当时就从法院给你送到监狱去了 对 如果周先生不承诺我 就是胡杰女士会保释我的话 我就会给我朋友打电话了 就是帮我送点钱来 但是呢 他没有做到 胡杰女士把周先生保释出去之后 然后跟媒体说 枪是合法的 毒不是他的 然后唐爽在监狱里 请问关于毒品问题 是您是因为持有毒品 还是因为是您被抓到 是 请问一下那个枪和那个药品 是您的吗 你是说当时说这话 是想向媒体暗示说这东西是你的 这是推测 因为后来确实有这个效果 等他跟媒体一番慷慨沉词之后 然后再把我弄出来 就是我就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媒体面前澄清 所以造成了网上很多的误会 就有人认为这个 对有人认为这个毒品是我的了 这封信你就特别强调的说 这枪和毒品都跟你无关 对跟我无关 那当时你写这封信给人感觉 你其实在暗示这枪和毒品 是跟助力波有关 我没有暗示 我只是说跟我无关 因为车里头只有你们两个人 那这个就是有法律 就是你们去调查了 因为我只能说我知道的事情 我不能说这个是不是周先生的 我只能说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 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 我和周先生还在看守所的时候 周先生的中国的律师 土磊先生就对外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毒不是周先生的 因为车上还有其他人 这个他就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了 但是当时我也忍了 你是觉得这封信暗示这东西是你的 他已经明示了 他说毒不是周先生的 因为车上还有其他人 我只是说这个不是我的 我没有指向周先生 但他已经指向我了 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质问胡杰女士 我说土磊先生为什么要发这个信 然后胡杰女士说 这是土磊律师的个人所谓 土磊律师不是他们的律师 但是很讽刺的是几个月之后 土磊律师亲自站出来说 他是周先生的律师 你是觉得胡杰当时跟你说的话并不真实 所以胡杰女士就是一直在撒谎 我相信这个局不是周先生做的 因为周先生当时还在看守所 这个局是胡杰女士在外面做的 所以后来各种媒体说 毒是在毒是唐爽的 毒是在唐爽身上发现的 这个应该是胡杰女士对外做的局 你当时发这封声明 这封公开信 跟这个土磊发这个律师函之间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就是因为土磊的这个律师函 导致很多媒体都说这个毒是 就是就污蔑这个毒是我的 所以让我的亲人朋友和师长 接受了很大的压力 我才发了这封信 市领导亲自给校长打电话 这封信我不能不发了 这是你发的一个 对 这是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 对 出了之后 你想我作为一个学者 这个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的身边 我的父母 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还有我老师 都面临很大的压力 我母校成都七中校长 易国栋校长 当时就有成都市的市领导 给他直接打电话 问他怎么回事 然后易校长呢 就是很义真言辞的说 这个相信跟唐爽没有关系 所以我为了就是帮他们解这个围 我自己先写了一封诚信的信 说这个事情呢 具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把这封信就发给了这个易校长 但是这封信发了之后呢 周先生和胡杰女士歇斯底里 然后胡杰女士还发了信求我不要对外界说 他们认为就是你发这个声明对周立波不太有利是吧 对对对他们就是不想让外界知道就是这个毒品和墙不是我的 就是这个事情出了以后你和周立波夫妇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纠葛呢 案发后周立波先生夫妇要求我给他们做假证 诬陷这个某某非要把枪硬塞给周先生的 什么时候 从一刚开始就是这样 谁跟你说的 周也说过 然后胡也说过 我不同意 我说第一美国不能做假证啊 这是重罪 第二道德上不允许 第三我没有看见 警察是有调查的 这个会把大家全部就是弄死的 他们不听 第四他硬塞给你 你就能拿吗 你是三岁小孩子吗 我导师不是后来就去世了吗 在我导师葬礼上周先生硬要给我打凌 我已经哭得气不成声了 周先生非要说 那你导师是小事 你要给我作证 然后让我说 来唐爽 你说你把这句话说出来 你说是这个某某非要把这个枪硬塞给我的 我给你录下来 我没答应 然后周先生就恶语相加来骂我 除了就你刚才说的 就那一次啊 其他的时间还跟你说过 一直说 也是就是明着暗着 就是让我去作证 古杰是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一直就说 一直在这 然后您看周先生发的那个微博 他不自己也承认这件事情了吗 如此以来 唐爽不顾与周家五年多的交谎 完全倒向某某 使周立波失去了一位重要证人 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案子 被拖了一年半之久的一个原因 这就他自己承认了 为什么跟我决裂 是因为我不肯帮他作假证 但他只是说你不肯帮他作证 并没有说你 他肯帮他作假证 他肯定不会承认是假证嘛 我去帮他作证 就是我作假证了呀 因为我没有看到呀 我没有看到这个某某硬塞枪给他了 作证不就是作假证了吗 警方和检方啊 在这个周立波这个案子起诉的过程中 有要求你去作证吗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就是检方从来没有正式邀请我去作证 所以网上那些娱乐版的律师诬陷我是污点证人 纯属污蔑 我不仅没有做过污点证人 我连证人都没有做过 那我有一个问题 我很感兴趣 假如说检方如果要是传你去作证的话 你会在法庭上怎么说呢 实话实说 知道的就是知道 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我会像今天跟您说一样说 那你知道这个后果吗 周先生可能就会坐牢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主动去作证 那假如说 除非检方强制我去 传我去 不让我没主动去 就是你即便知道这个结果 你在法庭上也会这么讲 是吗 私人交情和正义是两回事情 就是周先生如果坐牢之后 出来无依无靠 我可以 我可以就是说帮助他 但是我不能做假证 但你其实你在法庭上 你也可以不说话 你说你都记不住了 这也是说谎 这也是说谎 我今天跟你说不知名我记得 然后中间并不是像胡锦女士 在上面所表演的那样 说的我们俩关系多好 她还不断的威胁我 不断的恐吓我 她怎么威胁你 电话里还有当面的时候 胡锦女士威胁我说 如果你不帮就是周先生 做这个伪证的话 他要让我身败名列 所以我的律师给他发了一份 非常强硬的律师函 让他不能再骚扰我 他的任何员工也不能骚扰我 不能再威胁我了 这是律师当时给 胡锦女士发的律师函 是英文的 大概意思你还记得吧 大概意思就是 胡锦女士 你不能再这样威胁 骚扰那个唐先生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起诉你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2017年的5月16号是吧 对 我看你当时那个发的声明里头也说 你受到威胁了 对 你说的那个你受到的威胁指的是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FBI 说已经监控5年了 说怀疑我是情报人员 你接到了电话 对 当时这个电话是什么时候你接到的 按发后的两三天吧 这个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给你打的 用中文 中文给你打的 对 他说他自己是FBI的人 对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了 那你当时怎么跟这个人说回复的呢 我说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尽管调查 那后来你有核实过 就是说这个 没有 这没法核实 这怎么核实呢 你推测就是这个 这个FBI是朱立伯夫复长 那我不敢这样推测 反正我是确实受到个威胁 那你真的按照这个律师函做了吗 没有 你想我如果去告一个女性的话 那也不是很合适嘛 律师函只是给他一个警告 但是他不把法律当回事 那就这个律师函也没起到多大作用 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你看他现在不是照样污蔑我吗 到今天还在污蔑我 那等于说你这个律师函发过去以后 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彻底歪了 对